HELLO 大家好,我是三立 終止34年的季球挑戰賽 將在10月28號正式點燃戰火 先前我已經預測過兩隊的28人名單 今天除了要來對答案以外 也會針對兩隊的近況做一個優劣式分析 最後來預測一下 我看好試驗哪一隊會取得台灣大賽的門票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先來看名單 從桃園開始 他們的28人名單配置分別為 投手12人、補手4人、內守9個人、還有外守3個人 在投手的部分 仰頭捨棄的霍爾帶來豪勁 土頭也割捨掉了對戰成績比較差 球技尾聲狀態下滑的乘客翼 所以我的12頭名單是全中 跟曾總是用靈犀 野守則是16重15 補手跟外野在預測上的人選都相同 唯一有差別的是那野守 我猜會帶娛樂龍 但曾總最後挑了林志平 當初我是考量 林志平在防守端能夠帶來的貢獻 會比德龍小 但樂天應該是更傾向借重他的攻擊能力 加上經驗豐富 雖然整季只有四場一軍出賽 但最後即時跳了出來 讓交換團注意到他 也算是大黑馬了 由於樂天整份名單 跟我個人的想法太接近 好像也沒有什麼可以討論的了 所以接著就來看同一是這邊 相較於樂天的28撞27 我來同一這邊就有很多的miss 首先是陽投4取3這部分就選錯了 我原本以為布雷克、布萊威會是比較穩的 10隊應該會從克韋斯還有蘭道爾之間二取一 最後居然是兩個都留 然後淘汰掉布萊威 說實話 布萊威的進階數據是真的很漂亮 FIP是全隊先發第一 立即賽最終戰友投得很完美 唯一碰到台灣的那一次 也攪出6局11分的好投 秉總受訪時給出的回應是 布萊威確實對樂天投得不錯 但最後考量蘭道爾經驗比較豐富 因此決定帶他 跟我的想法上就有蠻大不同了 那本土投手的部分 還有一個名字不一樣 就是沒有帶劉宇辰 而是選擇了林兆恩 其實考量近況跟對戰數據 我覺得是非常合理的 我當初預測時也說 劉宇辰商運復出後 球速掉很多 10月6場登板就掉了7分 可是沒有更好的牛可以換了 江塵恩我個人覺得不差 但秉總真的不愛用 林兆恩又有傳出要休息 備戰亞冠賽的消息 所以我才沒有選 結果現在看來 林兆恩是要當集戰的牛棚來用了 老實說這個風險不低 因為今年一二軍加起來 他已經投了75局左右 接下來不能關機 還要去打紀錄賽跟亞冠賽 對於一位19歲的新秀來說 會是不小的負擔 也是很大的考驗 再來看到野手這邊 秉總最後沒有選擇 多帶一名捕手柯玉敏 那應該是林大恩的身體已經完全恢復 不用太擔心 而這個捕手名額 就拿去補給外野 選擇了今年選秀第一指名的林家瑋 我個人覺得 林家瑋要在紀錄賽先發的機率非常低 畢竟外野3帥家邱志成 今天找出來的成績太難撼動 所以他的定位很明確 就是帶手帶跑 某種程度上也能感受出 秉總認為林家瑋的防守能力 不比他現有的外野手差 甚至更好 當然也有一部分 可能是想讓這位未來的核心 提前體驗到紀錄賽的張力 更加速他的成長 最後來講內野 當初有提到林家瑋正常情況下是必帶的 一來試試對重點培養的三大大物 二來就參加亞運也有很好的表現 問題在於回到母隊後 他只有三場的零星出賽 跟表現應該無關 而是他的身體沒有辦法健康出賽 在亞運前 林家瑋就有肩胛級的傷勢 雖然他自己認為沒問題 但守備上的傳球肯定還是會影響到 本來去打亞運後 我以為他完全康復了 結果以上場的情況來看 應該是無法正常守備的 否則冰總不太可能捨棄掉他 或許試對也是評估 現階段能守三連的人不少 包括陳雄基、潘傑凱 還有黃永傳、陳重廷也能支援 所以最後把林子豪的位置換給了林祖傑 雖然兩個人的攻擊能力有落差 但試對在9月份後的賽程 基本上也一直是處於沒有林子豪的情況 所以影響應該不至於太大 只是我也很納悶 竟然林子豪傷勢恢復不預期 以及連紀錄賽都達不了的程度 那亞冠賽詢問的時候 球團或教練團怎麼沒有替他辭退呢? 這不是有點矛盾嗎? 兩邊的正式名單看完後 接下來我來談談 試願兩隊在這個系列賽中 兩個關鍵的因子 第一個絕對是守備 參考雙方的對戰成績 過往有孔元正的統一 確認打樂天非常不順 只拿到10勝19敗一盒 今年直接大反轉 變成了17勝12敗一盒 不管在自家的台南主場 或者做客桃園 統一都取得了超過5成以上的勝率優勢 那雙方最大的差一點就是防守能力 統一對樂天30場只出現7次失誤 首輩率9×85 相比對衛拳、兄弟還有富邦 統一打樂天失誤次數是最少的 可是樂天打統一就反過來囉 他們30場就發生了48次失誤 已經快要是失隊的三倍 首輩率只有9×60 相比對衛拳、兄弟還有富邦 樂天打統一失誤次數是最多的 所以我們可以很明顯知道 樂天為什麼今年打統一會是勝少敗多 因為一堆失誤嘛 之前兄弟和樂天還在爭奪最後一張基督賽門票時 丙總被媒體問到 比較想要對上哪一隊 他的回答是 首輩好的球隊會比較難打 因為基督賽只要有一個失誤 就可能大大影響戰局 首輩穩定的球隊會有比較大的優勢 我想這答案應該也很明顯了 第二個關鍵因子則是牛棚 這兩隻球隊在下半季的牛棚成績 可以說是天差的地緣 樂天10勝8敗、防禦率3.37 同於則是7勝9敗、防禦率5.18 如果再進一步去看境況 從9月份之後 兩邊牛棚的發揮差異更加明顯 那天晚上提升了一個檔次 防禦率降到2.61 是5隊最佳的水準 統一則是一樣維持在5以上 仍舊是敬陪莫作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基督賽還是很高的機率會看到 火烤骰子牛的戲碼 對統一而言最傷的是他們的守護神陳韻文 沒有辦法趕在基督賽前歸隊 所以最後一道防線 要由誰來支撐目前還是未知數 以是對季末的調度來看 我覺得蘭道爾基督賽應該高機率 會到牛棚去支援 但能不能有非常大的幫助 這我得打上一個大問號 畢竟我個人對蘭道爾的球衛沒有很放心 也沒有很看好他能夠封鎖樂天打線 那樂天這邊在牛棚上 可以運用的最大優勢就是左頭手 他們有城冠宇、王志軒、愛鴻城 甚至不排除道伯格 也有刀牛棚支援的可能性 從對戰的成績上來看 統一打線面對樂天的右頭手 是非常有心得的 團隊打擊三圍是334 有16發同不讓 不管是先發的在任何有光子棚 或者後援的豪徑、陳鴻文等 對戰統一的成績都不太好 可是如果碰上樂天的左頭手 斯隊打者會弱化一個成績 團隊的打擊三圍只有233 全力打甚至只有兩隻 這也是斯隊今年遇到蠻嚴重的一個問題 他們很不會打左頭手 所以像兄弟的先發有埃斯特、德寶拉 牛棚又有一個天敵、宇彥琴 都會讓統一吃足苦頭 所以我認為樂天是會把道伯格推出來先發的 因為牛棚原本的三位左頭手已經夠回頭統一了 他們也會是樂天在換頭上很好去運用的籌碼 如果時機掌握恰當 那對統一來說會形成很大的威脅 最後如果要我選擇 斯元兩隊在這次挑戰賽各一位關鍵人物 我認為斯隊會是布雷克 原因在於我覺得統一的牛棚實在太弱 非常需要強力的先發型羊頭來多吃一點局數 盡量避免掉牛棚踢倒上半的風險 而斯隊手上現有的最佳羊頭就是布雷克 他下半季的表現穩定 竟然對樂天的壓制力也相當出色 而且過往在2020還有2021的台灣大賽 只要布雷克出馬 至少都能夠替統一投出一場優質先發 考量到他在台南剩下有16勝5敗防律2.82的佳績 比起作客桃園他在主場登板應該是更熟悉、更有優勢的 我認為比總會讓他擔任第一戰的先發 布雷克能夠吃多少局數 也會是影響統一在這次系列賽能否順利晉級的重要關鍵 而樂天這邊我覺得關鍵人物會是廖建復 阿富素來也有虐貓少年的稱號 從數據上來看也是如此 面對統一的對戰打擊率高達3x63 OPS突破1 外加23發的紅不讓 相比對富邦、兄弟還有衛權 廖建復真的是最會打統一 我發現了一下阿富針對統一個別投手的成績 發現師隊正中根本沒有幾個人能夠封鎖廖建復 他面對布雷克、吳志偉、古靈的對戰打擊率都超過了3成 對克韋斯甚至是16-9、5x63的打擊率 幾乎是見一次打一次 唯一能夠讓他明顯打不好的人叫做羅昂 只有11-1的成績 可惜他已經離隊了 還有一點是師隊交換團要特別注意的 他們這次牛逢正中只有一位左投手林兆恩 還有一位對付左打很有心得的江丞鋒 但千萬不要拿江丞鋒去對廖建復 兩個人交手是7-3還有一轟 這樣做很有可能會收到反效果的 另外我也希望正好去總教練 可以讓廖建復打好打滿 不用刻意為了閃左投 或者給其他老將打DH 因此要他做板凳 這是非常不合理的 畢竟廖建復就是你正中的最想打者 在沒有受傷的前提下 應該要給他越多上場機會越好 因為他的實力就擺在那邊啊 好那最後來講我個人的預測 我看好統一師以三勝一敗的姿態 晉級到台灣大賽 主要原因還是有那一勝啦 這真的會讓牛棚不入的師隊 在調度上有比較大的彈性空間 雖然樂天的打線很兇 但是為了打現在球技尾聲其實也調整得不差 最後甚至是以四連勝作獸 相比兩年前他們要打台灣大賽前的低迷 這次明顯好很多 而且雙方的手臂差距真的存在 樂天上下半季的失誤數都沒有明顯改善 又剛好對統一特別會失誤 畢竟短期賽事中防守真的影響很大 像去年台灣大賽樂天對兄弟 四場比賽每一場都有失誤 合計六個一讓投手掉了四分的杯子則分 反觀兄弟只有一個失誤 雙方差距就立刻拉出來 所以我還是傾向看好今年手臂明顯成長的統一師 可以擊敗樂天晉級 那你們認為誰會打進台灣大賽 又會打到第幾戰才分勝負呢? 歡迎在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愛麗,那我們就下集影片見囉 掰!